大家好,我是郭俊英俊又陪我們到台北市政府轉運站 好,現場這麼多人排隊到要排什麼呢? 就是來自日本的最大全場商Uniculo 排場上不到11點左右 現場人已經排得非常非常多了 現場可能大概光是去桃線都能超過50位民眾以上的排隊 可見這個品牌在日本受歡迎的程度 在台灣一樣是超高人機的呢 好,現在看到區域的後方人潮慢慢進去 也剛好正好11點鐘板擊白會正式開幕了 那Uniculo它走進去的方向就是要從它一樓的側邊側門進去 那民眾也開始體驗 再來是日本最新的潮流服飾喔 那椅子就要 strain 把名單的地露出來 你看到吧 有 有 うまん うまん ふまん うまん うまん だー うま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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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啊 有閒 日本人就是有閒 有閒 有閒加有閒 我們今天進來 這是YumiKuro的賣場一個角落 你可以看到每一件衣服呢 都整齊的排列 那種賣場的空間 它本身不是一個正方型的區域 它是在這個樓梯 二分之一的賣場左右 是算是兩位行滿足 所以YumiKuro平價是一個平價 但是不會奢華的風格 你自己也看了 你自己好看